出国五十年回娘家 我这次展出有七十副作品 也等于是从1963年到2013年的作品 一共有36个系列 其中35个系列是关于自然的七世 有三个房间 一个是讲到环保 有一个是讲到天空地下 最后一个是讲到自然的七世 那么还有一个是讲到爱情的故事 自然给我很多的灵感 1965年我就开始画冰川涌结 因为我们的冰川一直消失了 为什么会消失 因为它把雨林都切掉了 所以地球上的雨林就消失了以后 地球的气候就变化很大 海水就涨起来 所以说这个是人为的因素 所以我画了那么多年关于自然 就是希望把这个自然美 画出来引起人家的注意来保护它 这个房间就是进到每一个自然的角落 天空 海底 原洞 虽然有些地方我没有去过 可是都是有想象的出发 当然颜色都是自然的 最后有一个房间是关于女人的身体 跟动物都是从抽象画里面演变出来的 所以我加上我自己的一点意见 是表示爱情的故事 这一回透过余真老师他的这个作品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怎么样透过对可能大山大水的这个体悟 怎么样透过华夏文化下的这个笔墨功夫 什么透过他在国外旅居多年的生命历练 那这次他也特别带回他毕生重要的代表作 透过分享作品 甚至把他最重要的作品捐赠给高中市的美术馆 来达成这个像归与归留 这个原嫁的女儿回良家 总统这样子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